好 这个动作就完成了 转腰 收拢一点 转腰 收拢一点 好 这个转腰带动手臂 你可以形容成什么呢 像波浪鼓一样的 就把波浪鼓先走往转 这个一转 波浪鼓两边的这个 摆动的东西就会跟着波浪鼓一起转 手臂也是一样 那我们手臂不能说像波浪鼓这样乱甩 是吧 要固定好 那么讲到固定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利用平面支撑原理 前臂 走关节 大臂 构成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是不会乱晃动的 乱改变的 如果说打球的过程当中 这个平面 比如说是这样的 对吧 它突然就倒了 平面改变 动作变形 所有的抬走也好 方弯也好 都是我们的这个 这手攻球的支撑平面破坏了 好 理解到了这个平面和身体的相对位置 它是保持基本不变的 那么我们手上的动作 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手攻球的时候呢 很多人的重心是站的比较高的 重心的评判标准 在以前的视频当中我讲过 重心压低以后 我们的就是记腰带 很多人打球的时候呢 重心很高 站得很直 它认为这样打没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基球的弧线 基球的高度是存到问题的 那么它等于手臂要往下捶 才能到合适的影拍高度 那我们重心压低的平板标准是什么呢 重心压低以后 我们腰宽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你男生系皮带的这个地方 和我们的球台基本上平行 不管你身高多高 你身高高一点 可能两个脚站开一点 把重心放低 这个标准以后呢 我们打球 你这样影拍的时候 才能刚好到合适的影拍高度 比球台略高一点 在基球上来 所以这个身体重心的调节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忽视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手攻球的一个完整动作 转腰 带动手臂 打开 是吧 这个打开 你手臂在影拍的时候 稍微打开一点 参考标准 我们的拍头对着你的右侧 对吧 你不能太靠后了 也不能说影拍不够 正好对着右侧 然后呢 球拍略高于台面 好 再来啊 转动 身体转动 带动手臂影拍 前臂略微的向前收拢 好 我们来做一遍 影拍打开 转腰收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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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是吧 但是呢 很多人学这种攻球很难 主要的问题还是说 整个的动作控制不稳定 他喜欢去动手腕 打球的时候 喜欢去推前臂 喜欢抬走 所以你只要保证手臂不乱动 前臂稍微收拢一点 手腕不要乱晃 整个正手攻球的动作框架 就已经出来了 我就会去 world 这不见还横 每种 què 你 横